另外爱心不落人后的还有救国团瑞穗团委会 他们继开学初赠送瑞穗箱各校一批自动量测体温机之后 持续入冬天气早晚变化大 也特别结合了商界人士赠送了爱心伞给各校 而总共八所学校共有150只的爱心伞 希望能够为学童遮风避雨 各校也正感谢状表达感谢 撑开爱心伞救国团瑞穗团委会要为瑞穗箱各校学童 撑起一把保护伞为每位学童遮风避雨 持续入冬天气早晚变化大 救国团瑞穗团委会特别结合了商界人士 募集全新爱心伞来赠送给各校来使用 令受证的各校相当感动也回赠感谢状表扬感谢 谢谢教授团委随将团会会 耶 有了会长提供给我们的爱心伞 以后我们的小朋友碰到这种天气变化的时候 他也可以不需要到家是淋雨的这种 撕搭搭的这种状况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的小朋友以后 也可以像我们李会长一样 可以把这个善心的这种状况也去下去 救国团瑞穗团委会募集150支的爱心伞 今天上午会长李俊玲及商界人士 足以亲自发送到各个学校 希望能够给学生们来使用 早上天气好下午天气不好 而小孩子容易感冒啊淋雨啊 而造成学习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募集了一些善心人士的一些募款 来捐给我们全乡的学校的学校 送爱心伞让小朋友不会再淋雨 这样会觉得把希望把这个爱传递下去 救国团瑞穗团委会 即开学初赠送瑞穗各校一批自动量测体温机后 这一次募集150支的爱心伞 逐一发送给瑞穗各国中小学共八所 希望借此传递爱的力量 记得石玉兰瑞穗采访报导